欢迎来到基嫂话谈第二集 大家早安,我是基嫂 继上一集讲解了网路流行用语 YYDS跟绝绝子后 今天我们又带来了 今年席卷网路平台的两个词 其中一个就是破防 破防为破除防御的缩写 最初是游戏术语,属游戏梗 因为在电子格斗游戏中 怪物通常都有很强大的物理防御 所以破防就是破除它们的防御 使它们失去防御能力 但限制因遇到一些事 或看到一些讯息后 情感上受到很大冲击 内心深处被触动 心理防线被突破 任何情绪都有可能使人破防 陈宇 你还爱不爱我? 爱啊,怎么了? 那不能在一起怎么办? 不管是愤怒、悲伤、尴尬、感动甚至快乐 这已成为年轻人用来表达激动心情的口头禅 第二个,两个字超可悲 三个字超级可悲 原出自于实况圈 最早有人使用这类词是在游戏实况中 不小心陷入圈套后脱口而出 两个字大中计 这个词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只是后来被网友们很有默契地衍生成三个字 四个字的用语 所以下次大家看到有人说出 三个字超级可悲的时候 不要再去问他你是不是打错字数了 他是故意的 那以上两个字在什么情况下会使用到呢? 我们节目组为了让大家在生活中能融会贯通 于是我们拍了以下情景 老板,来一份一百块大中计刀 啊,我们这边最便宜的锅要一百六 可,怎样啦? 嗯,必须的 请问,那个外带一份白米饭 我们这边外带一份白米饭一碗要十五块哦 可,怎样啦? 嗯,必须的 没想到,得不到小美爱的人 就是两个字超可悲 你还要点吗? 三个字超级可悲 嗯,小姐 现在啊,我连大肠臭臭锅都吃不起 我靠 一手可以算委屈 得死你不能扑到我的切儿戏 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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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